身上这五种表现,千万别忽略,很可能是糖尿病病情加重的信号。 糖尿病作为目前世界上患病人群基数最大的慢性病之一,一直都是医学上慢性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。 日常管理不到位很容易出现血糖升高,就容易导致病情加重,甚至诱发并发症。 那么提示糖尿病加重的危险信号有哪些呢? 疑血糖值经常超标或高低波动较大,血糖值经常超标与糖尿病的血管并发症很大关系,特别是微血管并发症,比如糖尿病肾病,糖尿病视网膜病变,神经病变等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血糖偏高的糖友,总感觉到肾不舒服,视力下降并且眼睛化,甚至出现四肢麻木或者隐隐作痛的原因。 血糖控制越差,这些并发症出现得越早,也越严重。 值得注意的是,血糖波动的危害比持续高血糖更大。 就像我们坐车的时候,忽高忽低的颠簸路面由于过山车般,会让人十分不舒服。 所以,糖友不单单是要降糖,更要注意稳糖。 二,头晕眼花,视力下降。 我们都知道,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症状,其带来的并发症往往比糖尿病本身更加严重。 如果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头晕眼花,视力下降,那么就代表糖尿病已经影响到了神经血管系统。 头部是人体中枢,是控制感觉和运动的最高司令部。 大脑的宫血其实就是颈内动脉,如果糖尿病加重,导致颈内动脉斑块形成。 局部狭窄,供应颅内和眼部的血流量大大减少,出现头晕眼花和视力模糊。 其中,视力模糊是很多糖尿病重症患者会出现的并发症。 三有多种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,我们平时说一个人不健康,一般都是说这个人有三高。 所以说高血糖、血脂、血压就像孪生兄弟般,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,尤其是身体偏胖的糖尤。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尿酸血症、负型肥胖等。 与单纯高血糖患者相比,这些心血管危险因素越多,患者日后发生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越高,比如关心病、心肌梗死等。 所以,糖尤不单单是要注意血糖值,身体的其他素质也要注意。 下面是以为资深糖尤总结的糖尿病体检表。 大家可以参考下,四小便异常腰部酸痛,肾脏作为糖尿病损害的把器官之一,其表现往往要严重得多,进展的最后结局,也就是尿毒症。 糖尿病肾病会出现尿糖升高,尿泡沫变多且久久不能散去。 糖尿病加重时,肾动脉狭窄,肾功能受损,出现蛋白尿,肌肝升高。 最后演变成尿毒症,表现为乏力,少尿,腰部酸痛,面色灰暗,严重贫血等。 五反复发生糖尿病急性并发症。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包括重度低血糖,糖尿病同症酸中毒,高血糖高肾综合症,严重感染等等。 这些急性并发症反复发作,往往会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,同时也预示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。 需要注意的是,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严重低血糖,其实危害比高血糖更大。 只要患上了糖尿病,那么就应该对自己负责。 具体说来,需要严重遵守五架马车,管住嘴,迈开腿,这样才能让血糖更为稳定。 同时在生活中,还应该乐于学习总结。 今天,就分享老糖人的科学控糖心得,供大家参考学习。 一,清淡饮食。 今天中午吃的是清炖羊肉,葫芦瓜,杂凉饼。 有时候糖尿病朋友搞不清到底而能不能吃肉。 其实肉是可以吃的,但不要过于肥腻,不要盐多,不要油太大就可以。 对于糖尿来说,就是要清淡饮食,那么什么是清淡饮食呢? 所谓清淡饮食,并不是说把肉戒掉。 这里的清淡指的是少油,少糖,少盐,不辛辣的饮食,也就是口味比较清淡。 从营养学角度,清淡饮食最能体现食物的真味,最大程度的保存食物的营养成分。 尤其是和糖尿病患者来使用。 我现在炒菜盐放的非常少,朋友都说你现在的盐可能是比高血压的患者还要控制的盐,但这绝对是应该的,因为三高经常会相连在一起。 对于糖尤来说,把盐控制好,就能少得高血压。 不得高血压,那肯定是最好的。 二,有针对性的抗糖。 我感觉糖尿病人控糖一定要针对问题找出原因来控糖。 比如,空腹血糖高,要查找晚餐前血糖是如何。 晚餐用药情况和晚餐后二小时血糖是如何。 睡前血糖又是如何。 是否加餐,加餐了多少量。 这些问题都是引起空腹血糖高的因素。 要逐个排查,排查的手段就是要测每一个时间段的血糖。 餐前用药后餐后二小时血糖是否达标,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,吸收。 其他疾病用药产生抵抗。 饭后一小时后是否配合运动。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,血糖一定会是正常的。 我有吸收慢的问题,通过不断调试检测,最后我把餐前的素效胰岛素移到饭后35分钟再注射。 每餐饭后一小时后,坚持运动40到50分钟左右。 餐后二小时血糖,三小时血糖都很正常。 如果我在餐前注射胰岛素的话,饭后9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低血糖症状。 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也是这样。 加餐补糖后持续血糖飙升。 分析原因,素效胰岛素10时5分钟就到达高峰了。 虽然食物是同步摄入,但由于吸收慢,糖分分解慢。 与胰岛素的工作不能同步,造成后面出现胰岛素多,糖分少低血糖了。 又因为素效胰岛素工作是有时间限制,当胰岛素工作结束后, 食物的糖分还在源源不断分解出来。 没有了素效胰岛素。 要靠长效胰岛素来完成分解后续糖分完全不可能。 糖分只能停留在血液中,这就是造成餐后三小时。 下顿餐前血糖高的原因。 我的这种给药方式可能连医生都感觉好奇而不可理解, 但它适合我控糖。 而且控的很好,我每天的用药量不多,全部是胰岛素挤药,不用任何西药中药降糖。 三短一长,早三中三,稳四长六。 合计十六单位胰岛素这是进入冬季用药量。 天气转暖的话还可以减少二到四单位。 别人用药是早饭用药量最大,我是晚饭用药量最大。 这就是因人而异,个体化控糖吧。 三,管好自己的嘴巴。 今天寓意糖友属于自律型,聊得不亦乐乎。 聊什么?聊吃。 我们都属于喜欢吃糯、吃甜、吃红烧、吃甜辣的人。 当然那是过往。 画匣子一打开,天南海北,各地小吃,逐一品评。 一通神疗,巴搭巴搭嘴,好吧,大餐结束。 睡前血糖,他四点九,我五点六。 他家餐一小小红心猕猴桃。 个人观点,若是真的渴望吃到某种食物, 这种食物不很健康,不妨忍一忍,等到第二天。 可能就没那么想吃了。 实在想吃,也要控制数量。 做好搭配,毕竟人生乐趣不可丢。 四,重视早餐。 新的一天开始,完美的控堂从早餐开始。 今天我的早餐主食玉米韭菜煎饼。 我自己做的玉米面和白面比例一。 一加少许水掉出糊状刚刚好,还有牛奶、鸡蛋、 西红柿、核桃。 每天坚持吃核桃,不过核桃油脂高一天最多两个。 糖友记得不能贪吃多的。 另外准备上一份100克的火龙果作为两餐之间加餐的水果。 前提是早餐后血糖达标了才可以吃水果。 血糖值波动性大,自己合理调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 5.随身携带硝酸甘油。 给糖友们提个建议,就是老糖友们最好随身携带硝酸甘油。 并且在家里床头、客厅等经常出现的地方也备好存放, 以防不时之需。 大家都知道,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就是心脑血管疾病。 而冬天又是心脑血管病的爆发高峰期。 一旦发病后果不堪设想,顺时就可要了人命。 而硝酸甘油就是能让人快速吸收。 扩张血管的塑效药物,关键时刻可救命。 希望能够帮到糖友们,尤其是老糖友,本人觉得很有必要。